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興 星期三 港股千億大成交 突破下降軌 特別是在競價時段的時候 大成交抽升 大家以為向上突破 殊不知今天返回起點 跌下來 昨天的升幅差不多沒有了 顯示昨天可能是一個假突破 我和大家講的題目是 儲局話縮表 你講到題目之前 先看看恆生指數 全價恆子跌了127點 收報24273 成交較昨天大幅減少超過200億 去到809億 今日港股又不可以說很衰養 但是如果連著昨天來看就不好看 大家看看恆子這幅圖 昨天恆子其實衝破下降軌 記住昨天是大成交的 遇到千億大成交的 向上突破 以為真的會好 可惜今天下降之後 昨天的升勢 可以是一個假突破 其實不只是港股出現這樣的情況 美股其實也是這樣的情況 道指昨晚也是先突破下降軌 然後跌下來 為何會先衝破下降軌 因為昨天的小飛龍ADP的數據理想 刺激美股向上先走 但去到半夜兩點鐘 聯儲局公佈的3月份議息紀錄之後 便倒跌了 意識紀錄最令人擔心的是 終於說要縮減 現在4.5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 雖然知道聯儲局雖然加了三次息 但市場一直都不怕加息 為甚麼? 因為耶倫這份人被市場看穿了 這位央媽一直都是搬龍門 都不想加息 其實美國失業率早已跌破5% 根據他的說法 一早就應該要加息 但他不停搬龍門 最新搬到是說甚麼? 通脹高於2% 都不用急於加息 所以市場不怕加息 最怕就是縮減資產負債表 也就是說正式退出量寬 2009年3月以來的真正量寬潮 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有機會正式縮表退出 這樣的消息令到美股衝高回落 如果只是美股有一點點回落 何況只是一天 就不作得準也不需要那麼害怕 但是大家要注意 這個消息導致亞太區 不少股市都出現了一個回吐 甚至有些可能會是一個向淡的跡象 我們先看日股 日經指數過去一段日子 一直都落在密集區頂部 但是今天就跌了1.4% 跌穿了密集區底部 還要收在旗下 大家要小心 雖然單一日 你未必一定是真的死 如果未來兩天都想不得回去的話 要小心 因為你看到它這段日子 每天都陰足 日股有機會拖累港股 留心著 除了日股之外 韓國股市 都有一些偏淡的跡象 有些像小雙頂跌破頸線的跡象 又是今天單一人不妨准 何況去收市的時候 剛剛站在頸線附近 但是如果未來兩天 再進一步下跌 要小心 如果未來上得回去頸線之上 我們才可以解除危機 否則你要考慮它 一級級緊回補這些上升列口 落回來前密集區 注意這個 3月6日低位 如果跌穿了 那就是整個星浪可能完結 亞太區如此 歐洲股市都是弱弱的 不過歐洲由於歐洲央行 仍然都是量寬的 所以歐股有跌 但是又不是很害怕的 仍然保持在上升軌之上 這個歐洲六百指數 反映出的情況 目前我們要考慮就是 道指這個假的破 今晚會不會進一步下跌 特別是流深 3月27日低位 大概是二萬零四百一十二點 你當它二萬零四百區 跌穿的話 就要小心了 好了 港股其實今天跌得算少 如果我們取另外一幅圖來看 它其實現在都還是在打橫壓 在二萬四千一到二萬四千六百五十區 想想樂樂爭持 為什麼會是這樣 最主要 A股仍然都是好 今天都還能升 雙底良度 升幅到三千三都還未到 國企指數 雖然是弱點 但是都還未跌穿 這個三月十日低位 港股如果會弱 先跌穿二四一 如果跌穿二四一 大家要小心 有機會會回落到二三百 甚至二三四區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